好 我叫志云 很高興在這裡分享 但是當牧師提出 要我在母親節上分享的時候 我其實有點懵 因為我想我當他媽真的是 法善可成 又漏不百出 還需要被別人教導的人 我覺得我怎麼有什麼東西可以分享呢 但是 所以我想來想去都很為難 第一個念頭就是 噢 我不行 我不能分享 但是有一天呢 我在查記的時候 查記學習的時候 上帝就給了我一個感動 那我想 要是我有什麼可以分享給大家的 我想可以說說這個 那這個感動就是 上帝讓我看見 在我過去所走過的年日當中 有一件事情 是一直在我生命當中的 那件事情就是上帝的話 上帝的話 從來都沒有離開我 想到這裡 我的心裡就充滿了感恩 為什麼呢 感謝上帝 讓我的外婆先信了主 她在那個困苦的年代 經歷了上帝大大小小的恩典 也因為她的信 祝福了我們家 家庭離體外外的親人和朋友 外婆就嘱咐我的母親 要把她的見證全部記錄下來 要傳給她的子孫後代看 然後那時候呢 只有那種磁帶的錄音機 那外婆也親自的講述她的見證 希望她的子孫都能夠聽到 所以呢 我從小就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起 就是在我的外婆 還有我的媽媽的見證裡面 就是好像泡在這個見證裡面長大的 當我想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非常的感恩 生命記六章六到七節說 我今日所分布你的話 都要記在心上 也要堅持教訓你的兒女 無論你坐在家裡 行在路上 躺下 起來 都要談論 感謝主 外婆明白上帝的心意 她希望上帝的話 是這樣一直傳下去 上帝的話 透過外婆母親 這樣的管道 一直流到我的生命裡面 上帝昨天做的事 今天會做 明天也會繼續 上帝的話 成為我每日的幫助和提醒 在我害怕的時候 上帝的話 成為我的師哥 我的安慰 在我無助的時候 上帝的話 成為我的一套 在我遺失的時候 上帝的話 成為我的方向 是我的燈塔 就算我生命的小船要翻了 我不求上帝 上帝就伸手救了我 我知道 這些這些都是因為上帝 都是因為外婆和母親 她在我生命裡面的影響 他們的教導深入在我的心裡 在我生活的每一個層面 他們沒有高文化 甚至他們不識字 他們只是把上帝告訴我 現在卻成為我最大的主財富 外婆告訴我們 外婆告訴我們 要常常禱告 他常說 一步雷天 就是一步登天的意思 意思就是 我們在每做一件事之前 在行動以前 都要禱告 時時禱告 常常禱告 無助禱告 這樣你就知道上帝 與你同在了 然而在忙碌時代的我們 常常忽略禱禱 所以我們也常常 失去上帝的同在 外婆說 她並非認真 都要報告 可能現在的人 覺得有點可笑 但是我想 上帝一定覺得她很可愛 因為她有一顆 單純向著上帝的心 這樣常常禱告的心意 從外婆 傳給了我的母親 也從我的母親 不知不覺的 就傳給了我 我在思想 我想這就是 最美妙的傳承 當我們 向上帝存著一顆 敬畏的心的時候 在不經意的時候 上帝的恩典 就留下了 就留在了 我們後面子孫的心裡 上帝的話 也幫助了 我和我的孩子 因為有上帝的話 在我們心裡 如果是我做錯了 上帝的話 就向大光光照我 提醒我 提醒我 我可以不斷的修正自己 如果是小孩子做錯了 那我用上帝的話 來提醒 教導孩子 他們也是願意順服的 因為我們都曉得 上帝的話是真理 我們彼此的生命 都在竹裡 更新 長進 我們的心 都在上帝的愛裡 得滿足 有平安 感謝上帝 他成為我們家庭關係的扭帶 將我們緊緊的 連在一起 就算我們遇到困難 也能夠一同面對 我希望將來 我的孩子們 無論走到哪裡 無論做什麼事 都能夠跟隨上帝 照著上帝的吸引而活 就算是走了彎路 也能再繞回來 因為在他們的心裡 有聲音對他說 這是正路 要心在其中 希望上帝的話語 如印記印在他們心裡 如像上的鏈子 帶在他們身上 這是我最大的信念 上帝的話 如蜜甘聽 詩篇九十篇十四節 詩人說 求你使我們找找保得你的慈愛 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我也深願我的孩子 都早早明白上帝的話語 嘗到主恩的滋味 好一生一世跟隨主 我想做每一位母親 有很多的不容易 求主幫助我們 也祝福每一位母親 依靠主成就上帝的美麗 這是我的分享